有一个手机程式叫做我爱波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它其实是专门用来提供从波兰归国医生的资讯 里头包括了服务单位啦 学历全部曝光 还有地图定位告诉你附近呢 到底有没有邻近的医院 有没有俗称所谓波波的波兰医生 虽然说法定医生资讯是可以公开的 但是KUSO的程式超高的下载量 点出了民众的疑虑 手机程式我爱波波最近特别火红 上架一个星期就冲进了前十名 但是程式说明专门用来找寻传说中的名医 波波这个名词就是从波兰学城归国的医生 服务医院学经历全曝光 被质疑是台湾医学生所设计 本人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专才 所以是不可能去设计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你们也可以去跟这个作者 被点名的柳同学特地出来澄清 而会有争议是因为我爱波波不只提供资讯 还能用GPS定位附近的医院 有没有波兰医师 到北医实际试试看 马上就侦测到有十一位 而波兰和台湾学制不同 台湾七年毕业 还要包含八千个小时的临床实习 而波兰六年毕业后才实习两千个小时 回台湾通过国考 一样可以职业 一度引发民众的恐慌 民众势必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软体 然后才会让他在苹果的下载的排行 就可以排到全国前十名 Kuso城市公布医师资料 虽然不违法 但也变相地点出台湾人心中的疑虑